接下來要進行的是我們男子80公斤級的比賽 首先登場的是紅方選手 有青銅戰士之稱的俄日登朝客圖 有請 好 歡迎紅方選手 第二位要登場的是我們藍方選手 他是由新洲臥虎刀支撐的史上勇 讓我們有請史上勇登場 歡迎兩位選手 歡迎兩位選手 擔任本場比賽的場上裁判是 國家級裁判員韓佩玲 鞭策裁判是國家級裁判員王斌白桃 裁判長是國家級裁判員伊凡 現在我宣布本場比賽正式開始 紅方運動員俄爾登朝客圖 來自國際博客訓練基地 預備 嘿 藍方運動員史上一名 來自山西新州摔跤俱樂部 紅方運動員是一名老運動員了 在2011年2015年 兩次的少民族運動會上 獲得中日摔跤的冠軍 停 黃方運動員的經驗非常豐富 近幾年的全國錦標賽冠軍賽中 都取得冠軍的好成績 藍方運動員史上勇 預備 開始 也是近幾年的全國比賽中 多次取得好的成績 而且在全國鬧洋賽中一直保持著冠軍 兩位選手這個身高體重幾乎一樣 都是非常力量型的選手 紅方運動員的技術非常全面 力量也是很大的 紅方運動員 紅方選手還沒有好還沒有抓住 紅方運動員 現在已經鑽上了 已經鑽上手了 鑽上直門 這個把握其實抓得有點猶豫 紅方運動員的特長動作 紅方 這個處理方法 他做得非常好 在全國的鬧洋賽中 鬧洋賽主要是以抱腿去制服對方 所以這是他的特長動作 這是史上勇的抱腿 是他的特長動作 紅方運動員也是有防備的 兩把手鑽上 紅方消極警告一次 緊緊地支著對方 不讓對方靠身 如果藍方要靠了身 有可能就會讓對方抱腿給抱起來 本場比賽的第一個一分 停 因為蕭琦所判的藍方獲得了一分 紅方一分 預備 開始 失誤了 單棲跪地 輸了一分 紅方運動員也是在防著藍方 你看手一直在護著腿 紅方運動員 轉著手以後 紅方運動員 轉著手以後 心裡還踏實一點 你看身體體來一點了 下淚 停 直接下淚 現在場上的比分是1比1打平 好 第一個回合結束了 好 剛才進行的是我們第一回合的比賽 接下來是第二回合 16年即將過去 新的一年正在緩緩地靠近 那在元旦佳節來臨之際呢 為了感謝大家對交談英雄榜 職業聯賽的大力支持 法治與新聞客戶端也是推出了 惠文幣6.8折到8.8折的 兌換福利大禮包 時間是從22號中午12點到1月1號的 中午12點 共計是10天的時間 在這10天的期間呢 您可以在法治與新聞客戶端的 兌換中心來選擇兌換 惠文幣除了可以在兌換商城內的物品之外 還可以通過競猜打賞等遊戲環節 來為自己喜歡的選手加油助威 希望大家趕緊通過你的手機 來表達你的祝福和支持 好 接下來是第二回合的比賽 對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現在開始 第一回合 試探性地完成了第一回合以後 看看第二回合有什麼變化 真正展現實力的一個回合 第一回合 藍方運動員一直低著頭 停 完 這是紅方運動員 使了一下賞的動作 預備 開始 藍方選手其實 你看每次攻擊的都比較低 對 這是紅方運動員 藍方運動員想抱腿 頭低下去了 紅方一分 在摔跤的術語裡邊叫失頭了 所以呢 紅方運動員抓住了機會 往下往一撩他 撩就是往下拽的意思 把對方拽拍了 其實也是因為剛才自己習慣性的 第一個進攻的動作 導致自己失誤了一次 對 還急於進攻了 紅方運動員有防備 實力反攻動作 紅方運動員非常謹慎 剛才我說了 倆手一直在護著他自己的腿 好 紅方運動員 只要鑽上手了 心裡就塌兒多了 你看身體已經起來了 藍方運動員 這時候再下潛下身 已經不太容易了 不過你越護著自己那個部位 越容易讓別人知道 你的這個短板在什麼地方 對 沒錯 這個紅方運動員 剛才這個防守動得非常快 紅方運動員的力量也非常大 一直在兩把手 小秀直門在支撐著 藍方運動員很難進身 幾次攻擊這個腿部的這個動作 都被躲閃掉 好現在場上比分 紅方暫時領先兩分 準備 兩人雙方運動員兩把手 四把手鑽上 不好掙脫的時候 等於一個死局的時候 他變成就很停了 重新開始 我們這個實踐非常寶貴 不能把這個浪費在僵持的這個時間當中 對 停 這個藍方運動員這個戰術也對 他把對方連擊再推 下了淚重新開始 紅方技術犯規 他的手已經上 讓紅方給鑽上了 預備 開始 發揮他的動作 抱腿的動作 對 所以他把對方這樣以後 才變成喊停 重新開始 這是一種戰術 選擇一個重新開始的方式 停 這個算是 紅方有點著急了 咱們一時在說 藍方的特長是抱腿 紅方也不甘失落 藍方一分 預備 開始 好 我們樓盛又敲響了 第二回合結束 現在場上的比分是3比3 打上了平手 好 所以第三回合其實顯得尤為精彩 現在場上是3比3的平分 那我們法治與新聞客戶端是推出了 惠文幣8.8折到6.8折的兌換福利大禮包 時間是從22號中午12點到1月1號的中午12點 共計10天的時間 在這期間您就可以通過法治與新聞客戶端的兌換中心來選擇兌換 通過我們軟件當中的惠文幣 除了可以兌換商城內的物品之外 還可以通過競猜 打賞等遊戲的環節 來為自己喜歡的選手加油助威 我們也會選出這個人氣最高的選手 作為我們交談英雄榜的這個比賽的代言人 好 現在是第三回合 現在雙方的選手7點等於是一樣 前兩個回合打成了3比3平 第三回合就非常重要了 最後三分鐘 堆 停 這下這下動作叫堆 這應該是同時下 下了一台 剛才在前面的運動員 已經出現了這麼一個動作了 就是他蓋著後氣或者鑽著中心帶的時候 他往前一使動作 預備開始 就跟反正往前摔的動作是 對方一打牌一往後做 他緊接著往後一追 連追帶擠帶堆 這下動作叫堆 對方一般的是屁股堆坐地 屁股先坐地一般 快 剛才那個動作是非常巧的一個動作 停 好 預備 開始 南方運隊員也改變了他的戰術 他也主動去斷手了 進去一二百 進去一二百 紅方運隊員進去一二百 因為南方運軟鑽著紅方的大領 應該是軸往下壓著 在這一瞬間不壓的時候 紅方抓住機會就進去了 南方 這個動作 如果做好了 確實是 一是漂亮二成功率非常高 到了台的邊 我們盡量還是不要打到擂台下面 因為我們時間非常有限 每一回合只要三分鐘的時間 停 南方消極警告一次 預備開始 對 南方運隊員 又收到一次警告 紅方得了一分 這比分就拉到兩分了 兩分的差距 在我們最後三十秒鐘的時間 看看我們這藍方選手 能不能來一個漂亮的動作 把比分給掰回來 停 再次打下擂台 兩位選手抓緊時間 紅方選手 紅方選手 獲得了本場比賽的勝利 紅方選手 紅方選手獲得了本場比賽的勝利 紅方選手 五位選手